大众好 现在我们从头开始讲 我们拿出线 绕线 现在打一个活结 打一个活结如果不会的话 可以自己动手打一个活结 现在我们 这个不算是一针 然后我们绕线 绕线 这现在是勾了一个辫子针 这上面是有一个V字形的 这个 是有一个V字形 这个是算做一针 然后我们再绕线 是第二针 现在这个看着就比较明显了 然后再绕线 第三针 第四针 勾的时候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 就这样 勾针刚好能穿过就可以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第八针 第九针 十 好 一共勾了十针 勾了十针之后呢 我们 拿出 记号扣 在第十针 在第十针上给它扣上一 就在第十个辫子针上给它这样 扣一下 做一个记号 这个就是 第一针嘛 因为我们要从这边开始勾的 这个是第一针 我们绕线 立 一 二 三 立 三个辫子针 现在 我们三个辫子针 作为起立针 这个 三个辫子针不算作一针 然后我们绕线 在第十针 第十针 我们扣 绿色记号扣的位置 穿针进去 穿针进去 挑这边的辫子针 然后绕线 绕线 绕线 针针上现在有三个线圈 然后我们再绕线 一共是四个 四个我们拉一下 退掉前两个 然后再绕线 退掉后两个线圈 好 现在是一针长针 已经针好了 针好 我们这个长长的 长长的这个立柱啊 这个长长的立柱 就是一针长针 然后我们在 长针上面的这个针目里 给它 扣上记号扣 这个是第一针 我们到时候是要勾 印拔针的位置 记住这两个记号扣 这个是第一针的记号扣 然后我们绕线 在这同一个洞里 还是这个绿色记号扣的 洞里面 再勾出来两针长针 两针长针 我们这样绕线 退掉 针针就这样斜着拿啊 然后好带线 退掉前两个线圈 然后再绕线 退掉后两个线圈 现在第二针完成了 然后再绕线 我们还是在同一针 这个洞里 穿针 然后绕线 再出来 然后再绕线 退掉前两个线圈 然后绕线 退掉后两个线圈 好 现在一共是三针 一二三 三针完成了 你数上面的时候 可以数这个蓝色记号扣 是第一针长针的辫子 这个是第二针长针的辫子 这个是第三针 这里有三个辫子 这样拿出线 看着就比较明显了 然后呢 我们绕线 在下一针里 怎么看下一针呢 我们这个绿色记号扣的位置 是一个位子形 然后我们在下一个位子形 这个位子形里面 看一下 这边 这边这个辫子 就巧 左边这个辫子 巧出来 然后带线出来 我们绕线 还是钩长针 这里就是不加不减的 钩长针 然后我们绕线 再看一下 就是把这个辫子 把钩的这条辫子放平 放平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左边的这一针 然后再绕线 钩出来 一个 长针 这是每一个洞里面 勾出来一个长针 然后再绕线 再看一下 我们这样放平 然后这个是左边的这个洞 好 再勾出来一针长针 现在就是勾了 对应勾了三针了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